其实在美国有很多企业执行长或是创办人 他们更是荷包赚满满 但是他们居然只愿意表示 象征性的一年领一块钱美金 你一定会觉得哇这节操实在太伟大了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人呢 包括前苹果执行长贾伯斯 FB的执行长佐克博 还有Google联合创办人布林 以及这位铁娘子前惠普执行长惠特曼 这些人都说他们只要限制性的领一年 这个一块钱美金的年薪 但还有人更伟大哦 有人什么钱都不领呢 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以及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说他们一毛钱都不领 但如果你觉得他们实在太了不起太伟大 那认真你就输了 因为我们要告诉你详情是 其实这些人就算不领薪水 他们靠的主要还是股息分红 或者是股权变现 这才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曾经有做过一份统计 这个前十名年收入超过三千万元美金的CEO 工资只占他们总收入比例的百分之二点七而已 也就是说就算他不领这些薪水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每一年光是靠着这个分红啦 股权变现啦 还是可以领好几百万美金回家 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也是要带您看看 这些富豪做了不错的榜样 虽然说他们的这个收入非常惊人 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蛮简约的 比方说脸书创办人佐克伯 他开的是平民的座驾 换算下来大概台币不到一百万 比方说之前曾经有人拍到他开福斯的手牌车啦 亨达啦这些都是平驾车 那跟太太去意大利度蜜月的时候 吃的也是麦当劳 好那么再来看看Bill Gates 他之前曾经被拍到戴的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名表 而是新台币三百块左右的电子表 好那另外呢说到了股神巴菲特 他尽管很有钱 但是呢他住的还是他以前在1958年 当时是以三万多美金买的房子 还说这是他做过最棒的投资之一 所以说呢有钱人会有钱 其实还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活习惯